珠海航展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我们的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这一次航展的三大主要室内展馆的布展呢 都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期段 先去看一看 这里呢就是这次珠海航展的三大主展馆之一的中国航空馆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它比前两天无论是在这个展台的布置跟灯光的设置上 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刚刚搭建好的我国最先进的歼10战斗机的一个1比2模型的一个展台 那么前两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刚刚是搭好了一个底架 而现在呢 整机全部都已经安装好了 再过不到三天的时间 它的音资就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记者在航空馆还看见了 昨天运离珠海的新型直升机AC311的真机正在安装悬翼 几天前它刚刚在天津完成了首飞 此外航空馆的观众体验区也进入了最后的安装阶段 我们14号会完成基本的布展工作 然后15号上午会有一些简单的整理工作 然后下午大概可能会有一个安检 然后16号保证生成正常的开展 在中国航天馆里工人们还在做着调试工作 而很多展品已经陆续摆了出来 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组装着展品 而这个呢 就是我国在今年发射成功的嫦娥2号的模型 那在这个区域呢 大家不仅可以了解到我国探阅工程的总体规划 而且在航展开始之后 大家可以首次看到 嫦娥2号在奔越过程中回眸地球的精彩画面 我们设置了和大家的交流区 让大家能够亲身体验到 宇航员在太空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这里是珠海航展国际馆 目前呢 这个场馆已经完成了90%的搭建任务 据我们了解呢 在珠海航展期间 一共有40多家搭建商 200多家公司将在这里展出他们的产品 在珠海航展期间 国际管理将会有巴西航空公司 法国空客集团 加拿大庞巴迪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等 多家国内外知名的航空公司 在这里展出他们的先进产品和技术 值得期待的是 再过两天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机C919 将会展出驾驶舱和部分客舱 首次揭开它神秘的面杉